近日,刘嘉玲主持的新访谈节目第一期上线。 《赌王千金》何超连是这期节目的访谈嘉宾, 两人在节目中相谈甚欢, 互相分享剖析自身的经历与故事。 这是刘嘉玲首次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荧幕。 而第一期的嘉宾便是有着《赌王最美千金》的何超连, 足以说明两人关系的不一般。 而就在这档节目的热度还未退去时, 刘嘉玲节目做宣传时, 又无意间提到了这一期节目嘉宾何超连。 不知道是因为随口一说还是真实爆料。 刘嘉玲说,小时候就见过何超连, 现在她已经结婚, 嫁给了中国著名的男演员。 在她很小的时候我有见过她, 那现在她也结婚嫁人, 而且嫁了一个我们中国很出名的男演员。 此话一出, 网友纷纷猜疑刘嘉玲所说的男演员就是斗骁了, 因为都知道何超连正在与演员斗骁热恋中。 两人官宣恋情以来, 经常甜蜜秀恩爱, 感觉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稳, 一直都有老夫老妻的感觉, 何超连和窦骁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闻。 娱乐圈中这样的恋情还是很难得的, 就连赌王的葬礼, 窦骁也作为准女婿和女友超连出席了现场, 和超连和窦骁在一起也是绝对的相配。 窦骁的家庭不如和超连的强大, 但是窦骁是很成功的男演员, 绯闻少, 挣钱多, 这样的优秀男人不多了, 所以说两人八字已经有了两撇。 只等官宣结婚, 而且刘嘉玲作为圈内的大佬, 是不会空穴来风的。 如果没有根据, 也不会这样说的, 所以大家都非常相信刘嘉玲的话, 认为何超连与窦骁已经秘密结婚。 这么轰动的事情, 大家都希望当事人有正面的回应。 窦骁则直接否认, 自己与何超连并没有结婚, 因为他还在守校期, 其实前段时间, 何超连参加某节目媒体记者信场, 问及此事进不进的好。 何超连就直接否认了, 表示暂时不会与窦骁结婚。 何超连说, 因为我还在守校, 实际上我的父亲已经离开很久了。 在得到当事人否认的消息后, 刘嘉玲马上在社交媒体上为此事道歉, 表示这一切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, 并上传了自己与何超连的合照。 不过第一次发布的时候, 刘嘉玲竟爱特错了何超连, 因为何超连真正的账号叫何超连老人的。 而不是何超连, 幸好刘嘉玲及时发现, 及时改正, 而何超连随后已转发了刘嘉玲的这条动态, 并对结婚仪式进行了否认。 何超连虽然不是娱乐圈的明星, 但是因为赌王先进的身份, 一直都备受关注。 他在外界的眼中, 一直是情商非常高的, 害怕被狗仔曝光隐私就和狗仔成为朋友。 而且他的新闻, 不是整天只会和斗骁谈恋爱的恋爱脑, 而是具有非常分明的性格特点。 有点要强的女生, 去年才硕士毕业的他, 热衷于经商, 引进了一家日本的面包品牌, 和一家台湾地区的牛肉面品牌。 最近还上了一档综艺, 这就是潮流, 而刘嘉玲说和超连结婚的事情被网友说是蹭热度。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, 刘嘉玲本身就有很大的流量, 自己的老粉丝也都不少, 还用去蹭这些年轻人的热度吗? 你认为刘嘉玲的爆料是为节目炒作吗? 欢迎屏幕下方留言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